本地去年12月的一文数量 比前年的同期多出了四成 国家环境局警告 如果不多加防范 今年的骨痛热症病例 可能会大幅增加 记者李嘉宜报道 环境局透露 去年全年共有3285起 骨痛热症病例 同比上升了约20% 虽然不比过去一些年份 疫情大爆发时来得严重 但过去三个星期的病例 持续走高 上个星期更达到207起 学者表示 一文增加同气候变暖 和病毒变种有关 我们发现到二星里面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变种 因为全球化的关系 所以不同国家会带来 不同的病毒 所以病毒的变种 可以造成不同影响 其中一个影响 就是人与蚊子的传播 另外一个就是病毒的速度 学者警告 超过50%的人 被一文叮咬后不会出现症状 因此没有及时治疗 一文叮咬受感染的病人后 可再叮咬其他人继续传播病毒 环境局预请公众保持警惕 特别是在筹备农历新年之际 或是出国旅游之前 做好防蚊措施 当局去年 共进行约100万次一文击查 并发现1万8千多个滋生处 截至去年11月 有4100多户家庭 因为家中资深一文被罚款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 有9千多万次的 至少 不可疑的 感谢观看